花蓮吉安跟寿峰一带有暴力集团 他们是以跑路费这些各种理由来向被害人恐吓跟索取财物 如果被害人不从就会找人来砸车 警方在申请拘票是把暴力集团七个人居提到案 并且查扣了刀谢跟毒品海洛英移送法办 两声枪响划破花蓮寂静的深夜 接着车辆油门一踩加速十敌 换个角度嫌犯靠近被害人车辆后 击发瓦斯枪讨之夭夭 行径相当嚣张 王姓男子等人今年四到五月间 在花蓮吉安受封一带组成暴力集团 以纠纷债务或收取跑路费为由 向被害人恐吓索取财物 对方不从就持刀谢枪支四处寻找被害人 甚至砸毁车辆让被害人吓得报警求援 本侠的吉安乡吉封路 然或涉嫌本侠量起回损案的王姓楚贤盗案 现场查扣刀谢三把 第一级毒品海洛因一包 主嫌他因为被院检通气 他不敢回家 可能身上的盘缠用尽了 结果这些当事人可能都不愿意借钱给他 所以发生了一些冲突 警方十月底申请拘票在花蓮台东等地 将王姓嫌犯等七人拘捕到案 并查扣刀谢和毒品海洛因 王姓嫌犯到案后 警方发现他还是一名毒品通气犯 遭通气逃亡缺钱走歪路 但最终南逃法网统统都被移送账 借成今天会的报导 谢谢大家